随着综艺一路成年的播出 生活自理能力复分的徐景江 从大家童年回忆里的大恶人 变成了天然呆小绵羊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徐景江又秀了一波神操作 爸爸和儿子们都在准备做饭 徐景江主动提出要帮忙 吴刚给他安排了最简单的洗米任务 镜头一转 徐景江用洗手液洗起了米 知道这一乌龙事件的吴刚吓得目瞪口呆 网友质疑徐景江用洗手液洗米 剧本太过 是节目组故意给徐景江立废禅人设 58岁了的人 难道连这种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吗 徐景江的脑回路向来十分清晰 他曾在节目中自爆 有一次下一天打不到出租车 然后发现旁边就是车行 于是徐景江就去买了一辆车 挂了个零水车牌就回家了 路上遇到堵车也不怕 直接把车丢在路上 有了这么多脑回路清晰的例子在 徐景江用洗手液洗米 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了